另外一个,爱马仕就是你之前有推介过的 又怎样呢?我们昨天有人优先留言 我想问爱马仕有什么最新的看法? 最新的看法就是这段时间会弱一点点 其实跟着市场,因为你的欧洲股 其实这两三个分欧货都好像很厉害 因为德国选完之后,抗训情绪刚刚完结了 然后就比较多欧货的 因为你看到一些比较强的欧洲股 其实大部分的回吐的幅度是比美股更厉害的 譬如你ASML其实是跌了差不多一成的 加上每一跌几个 那昨天出过guidance好之后,一跌一跌再跌过 那欧洲整个MacBook的浪货就好像回落了暂时 就是有一些向着下面那边熬着先的感觉 就是结束了德国选举之后 那跟着 那你ERMES还要加上你中国的关系 那些人一向都是欧货就看中国 那但是我觉得就 你在几个那些 就是大的欧货的股份里面 ERMES我自己也是最喜欢的 那你也是看一个大的collection 因为我们今年上升了很多的 那你现在回回 就是和市场里面那些大的winner 在欧洲的表现其实是一致 就是我不觉得是一些 个别公司上面一些 就是很大程度上 自己本身的因素 而是整个市的因素的话 就不是很害怕 那这些就没办法的 一定要捱的 因为整个市场就好像是 转了有少少分欧货 然后就 那我觉得就 你都预备了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心买的话 我觉得就应该现在可以买些的